好 对于整体案件疑点重重 中医院这名20多岁女员工确诊 那么判定感染Delta 北市温身局隔离匡列85个人 但是大家好奇两个疑点 是不是专家也质疑说过程不太寻常 甚至她的男友亲密的接触者 检验结果是阴性 在今天我们视讯连线是 独理学专家赵明威 医师好 请问一下在整个过程当中 好像觉得不太对劲 包含现在证实感染的是Delta病毒 还有她的男朋友这个接触是蛮靠近的 但是呈现一个阴性 亚婷好 目前确实有几个地方蛮特别的 像我举个简单例子 就是我们全世界并没有真正听过 这个感冒的病毒会透过血液来传播 所以我们就现在 这个新冠病毒来说的话 其实也是很简单 这个透过老鼠的摇 然后造成这个新冠病毒的传染 基本上来说是不太可能的 而且在另外一个层面来说的话 这个老鼠它本来就是一个 阿法感染过的老鼠 那怎么会咬完之后就变成Delta 这个不是也是很离奇的一件事情吗 所以基本上来说它的传播 还有它确诊的这个途径 应该不会是透过老鼠的 这个咬了之后 然后所造成确诊的 但是我个人也是觉得 这个离奇的地方其实也是蛮多的 像比如说这个SOP的这个过程 像比如说这个P3实验室 基本上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严谨 而且也是非常 这个谨慎操作的一个工作场域 但是却会发生这样子的问题 那其实我们个人观察 就是应该是他个人自己的问题 因为如果说是整个实验室的这个螺丝都松动了 或者是他整个实验室的这个管理规范有问题的话 应该确诊的人绝对不会只有他一个人 那可能会是有很多人都同步的都有确诊 但是事实上呢 我们目前看到的话 就是只有他一个人有确诊 那当然后续的情况还需要再多做观察 但是如果说就目前的状况来说的话 可能应该会导向是他个人的这个操作的问题 而且再加上离奇的是 为什么他在发烧之后还可以进到这个中研院 还可以进到实验室里面去做一些后续的 比如说离职的交接的工作 而且再加上为什么就确诊了之后要办离职 这个也是必须要经过这个大家仔细的调查之后 才可以知道的一些细节 那最后一个点就是说 他男朋友 那也是这个打了两剂的 这个完整疫苗的覆盖的这个接种者 那为什么在亲密接触之后 却是呈现阴性的这个状态 那基本上来说的话 我只能说这个疫苗确实有防护力 那其实我也蛮好奇 就是他到底施打的是哪一种厂牌 那会不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这个推波的一个帮助 那我不清楚对但是我可以建议大家就是疫苗是有效的 然后尽量赶快去施打疫苗这样 好我们确实也是要呼吁大家如果说到现在你可能还没有打疫苗或者是还没打完两剂的话 要尽快的接种疫苗是对自己是比较有保护力的 那么持续在警告医师 这个中研院生医所研究员和美香在指出说 在P3实验室是个高病毒浓度的环境 所以在进出在操作上面应该都是有完整SOP 那实验也是全程监控 那他认为说可能他认为可能是在脱隔离衣的时候有疏忽 或者说真的是有打翻等失误应该就要及时的应变 不应该等到一周后才就诊 就像刚刚一直讲的当中 是不是已经出现了有些症状 但是你还能够进去 所以这个部分呢 还有这个刚刚也提到 他是被老鼠咬了两次 那么在第一次并没有进行了通报机制 基本上来说我还是认为 这个是他个人的防护措施的问题 那当然因为P3实验室在台湾 其实不是只有他们这一座 其实总共还有18座 所以在整个管理上面 其实我们在早期也并没有听说过 这个病毒传播到人身上 而且是透过老鼠的感染 然后跑到人身上的 那当然这个原因也是 如同这个河美香这个研究员 他所说的 就是这个P3实验室的这个管理 还有他里面的这个人员的规范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严谨 他并不是说我们任何一个人 都可以进去 那里面的任何一个操作的这个设施 或者是操作的仪器 也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使用的 他必须要经过完整规范 而且必须要上课 而且要获得一些学分认证之后 你才可以真正的去操作这些仪器跟设施 所以基本上来说 在整体的管理上面 还有他整体的SOP上面来说 这个长年以来 台湾基本上来说 是并没有发生太严重 或者是太夸张的这些 并不外泄的问题 那当然我还是必须说 就是针对这件事情 看起来应该是这位女研究员 他自己个人的一些操作 还有个人的这个自我管理上面的一些问题 那当然另外一个层面来说 就是当他确诊 或者是当他已经被老鼠咬 而且是被咬两次的这种情况之下 那他应该就要有所警惕 就要有所就是知道说 他其实自己已经面临了一个非常高风险的一个状况 那应该就要从严处理 而且本来就应该要跟他自己的这个实验室 还有他们自己的中研院的这些单位来做承报 不应该是有这种自行私下去就医 然后最后导致说 确诊了才通报 然后告知社会大众 根本不应该有这样的状况 这样的状况就很类似于 我们这个去年的这个 这个鼠桃医院的这个医生 他其实也是面对这个高风险的这个确诊的病患 但是他自己也发生了这种确诊的症状的时候 他也是优先是去自行就医 其实我个人都觉得大家都非常的辛苦 但是当我们这些 特别是这种特殊族群 特殊工作的这些人 特别是这些专家 医生也好 或者是这些研究员也好 当你在面对这些高风险的这个环境的时候 如果一旦的 而且非常不幸的 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个感染的问题的话 一定要及早通报 然后这样子我们的社会 或者我们的这些医疗单位 才可以及早的因应 不会有这样子的大规模的感染的风险出现 好的 谢谢教师也要提醒大家除了打疫苗之外 就是说如果你有任何症状 不舒服的症状都应该 要用最严格的方式来处理 也谢谢 教师接受我们的视频反问 感谢 好 谢谢阿丁 odpow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